5月1日,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发起的一项新民调,目前高达94%的美国人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 报道指出,持续的通货膨胀现象已经对美国人的经济状况造成冲击,并成为中期选举的一个决定性问题。 造成通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新冠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二是俄乌局势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 报道称,拜登的支持率数月来一直维持在令人沮丧的低水平,在该项民调中,拜登只获得42%的支持率, 其中只有约28%的美国人认可拜登处理通货膨胀的方式,高达68%的人对此不认可。 欧盟5月2日正式对苹果启动新一项反垄断调查。 理由是该科技巨头限制用户在苹果设备上通过第三方购买技术和服务。 主要调查对象是Apple Pay、苹果支付及其NFC进场通线芯片。 具体来说,欧盟反垄断机构认为,苹果在其iOS操作系统上拥有移动支付服务的主导地位, 通过能实现清楚付款功能的NFC进场通信技术专门保留给Apple Pay来限制竞争。 Apple Pay是唯一与iOS设备兼容的移动支付解决方案, 从而为苹果提供在智能移动设备中的巨大市场力量。 这将是继去年欧盟指控苹果滥用其在音乐流媒体市场主导地位之后的第二项反垄断投诉。 苹果可能面临巨额罚款,金额最高为全球年营业额的10%, 并被迫将其移动支付系统开放给竞争对手。 欧盟还拒绝接受苹果以用户安全作为理由。 洛杉矶市议会近日批折了一项动议, 禁止未经许可不合规的Airbnb和其他短期租赁业务。 议员们要求城市规划部在90天内报告, 建议城市如何解决出租列为主要住宅, 但未作为主要住宅使用的不符合规定的房东。 将经济试用房转换为短期出租房, 将多户住宅结构转换为短期出租房, 从事商业用途活动的短期租赁, 以及租期超过许可期限的物业。 执行机制如传讯、罚款、吊销许可证和刑事处罚。 该动议还要求司法部确保在90天内, 公众能够查看洛杉矶市是否有任何房屋 拥有共享住房许可证, 共享住房许可证的续期或延长。 5月1日, 法国举行劳动节示威活动, 混入游行队伍的一些暴力分子打砸抢烧, 与执法人员之间形势紧张。 据法国总工会的数据, 当日全国示威者超过21万人, 但据内政部统计, 全国示威者有11.65万人。 在巴黎游行的队伍中, 暴力分子试图设置路障, 还偏离警察局批准的游行路线, 破坏沿途数十家店面, 包括麦当劳餐厅、 保险公司、 房地产中介公司和银行的营业部。 暴徒向警方投掷水果和人烧布, 警方使用催泪瓦斯为吃秩序。 在示威活动中, 54名暴力分子被逮捕, 8名警察和消防员受伤。 法国总工会呼吁尽可能大规模动员, 以表达对新一届政府的呼声, 尤其是抗议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4, 甚至65岁, 并要求加薪, 建议60岁退休, 并将税前最低工资提高到2000欧元。 5月1日下午, 网传上海新长征福利院在转运死亡老人时, 发现老人仍有生命体征。 普陀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调查, 并将老人转运至医院救治, 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 随后, 相关负责人根据调查结果, 对设施单位和负责人处理。 区民政局对新长征福利院启动行政处罚程序, 并派驻工作组进驻该福利院开展。 后续工作。